皇后区的这栋七层楼公寓发生大火 火势在四个小时后终于获得控制 112户紧急撤离庇护所 400多人受到影响 此季志工紧急动员 协助红十字会安顿灾民 热食发放 130份 红十字会他们也有午餐准备给灾民 有中国的炒饭 有三明治 然后水果 果汁 当你帮助人们 有很多能力 很多手 我们一起来自动 我们一起来自动 携手 急难救助 灾民情况登记之后 此季将会发放限制卡 帮助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我们一起来自动 所有人都很漂亮 谢谢 而谢谢我的神 因为我们没有遇到大人 尽管没有遇到大事 我们在死 大家新闻真正美之公 许凯明 汤爱伦 美国报导